10分钟就能搞定的汤到底有多好喝 快来一个男朋友最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 将丝蒜片炒香后加入火腿和皮蛋 记得要倒入开水 汤才会变得乳白 加上盖子焖一会 只要有点盐和黑胡椒简单调味 别看这样紧简单单合起来超级鲜美 10分钟搞定的白菜皮肠汤 快做给大家的人吃吧 今天这个牛肉干超简单 甚至连烤箱都不用 只要一个电饭堡就能搞定 快来你的男朋友最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比动手哦 加入屏幕上的调料抓拌均匀 按下煮饭键 挡出多余的水分 撒一大把白芝麻放拌均匀 再用电饭堡煮长20分钟 这个方法用其他肉也是可以的 每一块都可以嚼好久 吃不完的也可以像我一样找个罐子钻起来 快做给大家的理事吧 猪蹄应该没有女孩子不爱吃吧 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脆皮芝士猪蹄 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 猪蹄冷水下锅 加入葱 将料酒去腥 煮开后 捞出即可 加入屏幕上调料 腌制20分钟 今天用到的是 WMF蜂窝金炖炒锅 独特的蜂窝金炖设计 锁住油份 减少油烟 来上厚厚一层芝士 把表皮煎的酥脆的猪蹄码上去 等芝士融化 包裹住猪蹄 芝士变得焦脆 撒上海苔 吃嘛 就可以出锅了 即使像芝士这么爱粘锅的食材 也不会粘住哦 辣丝焦脆的芝士包裹着Q糖的猪蹄 这口感就是绝了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我听说华哥很喜欢喝咖啡 我今天也做了三杯 加入白凉粉的咖啡倒进模具里撇去浮沫 放凉凝固 巧克力加入开水融化抹在杯壁上 放入冰块牛奶以及咖啡 搅拌均匀就是一杯简单的摩卡 搅个密闭的杯子 放入冰块清水咖啡肉桂盖上盖子 用力的摇上520下 看看这超绵密的泡沫 再倒入牛奶 一杯脏脏冰美式就做好了 咖啡冻这时候也冻好了 切成网格 倒进杯子里大约三分之二处 再用椰奶和冰块填满 华哥喜欢哪一杯我不知道 你们喜欢哪一杯呢 快做给你爱的人喝吧 看来味道不错啊 吃的这么干净 不知道杨超越会不会喜欢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吃的闽南传统小吃 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 清洗干净的海力加入蒜苗 还有屏幕上的调料抓匀 记得不要太用力哦 我觉得两个人互相喜欢就是 他喜欢吃我喜欢做 等到两面都煎至焦黄 打三个鸡蛋沿着锅边倒下去 我家乡的味道海力煎就做好啦 我比较喜欢吃番茄酱 他比较喜欢吃辣椒酱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不自己做一次 永远不知道这有多好吃 有温热成热了小火慢炸 炸到像这样表面金黄酥酥脆脆 料汁的配方我放在屏幕上咯 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这一块臭豆腐 还有这两勺臭豆腐汁 调好的料汁拧在豆腐上 香菜搭配着臭豆腐绝对是完美 料汁渗透到豆腐里 一口咬下去止水直接爆出来了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就好了